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连岸票选敏南语十大经典名曲之一 2014年5月 陈雷在乾坤影视发行首张国语专辑《侯赛雷》 主打歌《侯赛雷》是陈雷第一首国语电音舞曲 人声海海 干须要拢了解 一曲耳熟能详的《欢喜就好》 让陈雷当年的专辑销售量突破百万 红透半边天 他带着本土的亲切感 用台语唱出草根名状的心声 如今 他出道满26年 在淡出歌坛后已经当了阿公 陈雷是台湾张化人 今年已经58岁 他国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 在年近30岁时 才被挖掘踏入演艺圈 1991年 他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至今累计超过30张 陈雷以五度角逐金曲 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虽然目前未有拿下讲座 但在台语歌坛仍占重要一席 近几年 陈雷推出了国语专辑 挑战十几年来 未曾尝试过的新曲方 并且为了新歌的电音舞曲 克服自己同手同脚的舞蹈障碍 苦练两个多月 他也登上大港开唱的舞台 虽然他已年过半百 但是每次穿着抢眼的西装亮相时 仍然让观众感到欢乐又充满活力 陈雷在演艺活动之外 私底下早已过着寒衣弄孙的生活 享受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 虽然他没有极万众瞩目于一身的巨大人气 但许多人心中都有一首陈雷的歌 舞台上认真敬业 唱着本土人的共同回忆 如今他抱着金孙当了阿公 在见见受访时平平说着很开心 生活或许就像当年陈雷唱的 欢喜就好的歌词一样 人生短短 好轻像块七桃 有时载烦恼 有时惊渴 人生短暂 就像一趟旅程 保持自在的心情 随遇而安 不用太执着追求某种目标 过人生其实无撇步 简单欢喜就好 58岁资深歌手陈雷 最近因疫情影响 有八场演出都延期 空闲时间就跑去儿子家 陪五岁孙子玩 接送他上下学等 过着寒衣弄孙的生活 而他的女儿和外籍老公结婚后 定居美国加州 因为担心女儿 因此每天都会跟女儿视讯 确定女儿平安 父女俩的好感情 羡煞旁人 两年前 曾在台北小巨蛋 开演唱会的陈雷 但是全家人到场力挺 四代同台的画面超温馨 而鲜少露面的女儿 拥有高挑身材 均匀小麦肤色 配上灿烂笑容 让外界眼睛位置一亮 加州列为新冠肺炎重大灾区 陈雷相当挂心女儿的近况 每天早上都固定和女儿视讯 要女儿向他报平安才安心 除了天天和爱女视讯外 陈雷因为疫情关系 年后八场活动暂停 原本到马来西亚开场的计划也延后 虽然工作受影响 但陈雷却多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他现在没事就跑到儿子家 陪伴五岁孙子 习摩托车 在孙子上下学 还当起家教教他住阴 他笑说 早上跟女儿视讯 送孙子上学 下午接孙子回家 晚上陪孙子念书 很充实 陈雷近来也常会彰化老家陪妈妈 更当起农夫跑去农地种菜 插秧 他笑说自己种的菜有机健康 更分送给亲朋好友 陈雷表示 最近因为疫情严重 也不上健身房 所以干脆跑农地下田 兼当运动 一举两得 此外 陈雷先前遭廖姓男子 分别以陈雷 廖雷等一名 在商业模仿并唱歌 让陈雷深受其扰 以侵权为由提告 新北地院裁定 廖男要赔偿45万元 并达成和解 之后 陈雷把和解金 全数捐给慈善团体 分别为 立新社会福利基金会 中华民国儿童癌症基金会 台湾怀生相信动物协会 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和华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五个单位 故意大家在关心疫情之余 也多关怀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台语歌手陈雷 目前以侵权为由 控告艺人廖本星 他不满廖男在前年 去年分别以陈雷 廖雷的一名 在商演模仿他 并演唱他的歌曲 造成社会大众的视听混淆 廖男经新北地院裁定 判赔45万 双方也达成和解协议 对结果 陈雷表示 祝福他 希望他未来能走出自己的路 能闯出自己的演艺事业 这阵子陈雷 收到了45万的判决赔偿金 他透过经纪人把这些钱 全部捐给弱势族群 癌症病童及流量动物中心 希望透过自己的抛砖引玉 呼吁大家关心疫情之余 也能关怀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近来因为肺炎疫情关系 陈雷已有八场活动 全部喊咖 住在台中了他 没事就跑到儿子家 陪伴五岁大的孙子 每天骑摩托车 在孙子上下学 特当孙子的专属司机外 还当起家教 要教小孩简单的注音符号 还一弄孙过得相当开心 不过陈雷的女儿 嫁到美国加州 却也让她相当忧心 每天早上 都会固定给女儿视讯电话 关心当地的疫情状况 他说 早上与女儿视讯 送孙子上学 下午接孙子回家 晚上陪孙子念书 很充实 以五年没篇的陈雷 本来计划又在下半年 推出新作 但由于疫情影响 目前筹备工作 只能暂时延后 他透露趁着这阵子 听了很多其他歌手的台语作品 希望之后能够加入自己的创作 虽然疫情严重 不过能跟家人多了相处的时间 以及开始构思专辑制作 都是最近很大的收获 陈雷出道三十年 还能在台北小巨蛋开唱 工作团队特别带他回彰化老家拍摄 陈雷透露 妈妈是我的头号歌迷 以前爸爸都会找一堆朋友来吃饭 我就会唱歌给大家听 大家听了一首歌 会给五十块 我就能赚点小外快 不过陈妈妈笑亏 但陈雷会害羞 都跑去厕所唱给他们听 大家都爱听他唱歌 叫他出来唱给大家听 他都不敢 陈妈妈更透露 甚至当歌星这条路较辛苦 虽一直不要陈雷唱歌 但他一路唱到国外 他爸爸那时候 也有去看新加坡的那场演唱会 也很开心 我这次也揪了好几辆游览车 准备上台北 看陈雷的小巨蛋演唱会 陈雷也感性地说 天下父母心 一定要孝顺啊 妈妈从我小时就很辛苦 照顾我长大 向养贤仔 她也都自己来 我因为都在唱歌 没办法常陪在她身边 最希望的就是我妈妈 可以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可以吃到一百岁 53岁的陈雷 原本是个空调工人 28岁进入演艺圈 1994年发行 关系就好 创下百万佳绩 总是以她的招牌帽子 眼镜 短裤 黑皮鞋现身 憨厚笑脸 加上招牌咪咪眼 让人印象深刻 在舞台上 她是个金曲入玩歌手 但私底下的她 已经是个阿公 前年她抱孙 娶媳妇双喜临门 她笑说 没想到那么早 当阿公 儿子媳妇交往半年 就传出喜事 当事人在外地 妻子传简讯告诉她时 还一阵头晕晕 非常惊喜 现在她很享受 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 陈雷于1991年 进入歌坛 早期造型突出 招牌的帽子 眼镜 短裤 长白发配黑皮鞋 具有喜感 亲切腼腆的笑容 将让来自乡村的 草根性及台湾语 使她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 经典歌曲 为唱出上班族新生的 风真透 表达积极人生观的 欢喜就好等等 陈雷充满喜感的形象 成为许多人模仿的对象 而陈雷在某段时期 也热衷于模仿 曾模仿过 麦克尔杰克逊 在综艺节目 钻石舞台上 模仿过偶像歌手林志颖 2004年 陈雷在新加坡 举办万人演唱会 成为第一个在新加坡 开大型演唱会的台语歌手 2005年 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 成为第一位 在中央电视台 同一首歌节目 演唱的闽南语歌手 成名曲 欢喜就好 成为两岸票选闽南语 十大经典曲目之一 陈雷表示 儿子遗传了他的好歌声 孙子一听到音乐 也手舞足蹈 让他很开心 有孙外士足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